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座特色的鞋 下饭 那穷嘛就越咸越下饭嘛 鰻鱼干烧大肠头 烧肉 五花肉 我现在烧的是鱼家菜 鱼家 就是海边鱼家捞出来的东西就烧了 像鱼家都很下饭 下饭配酒的菜 台座特色每一道菜它都属于的代表 像那个鸡蛋酒啦 像那个姜汁面啦 麻糬啦 这个都是代表做 它整合起来就是一桌菜 就是自己也是把年纪的 社会上也经历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回过头来想想妈妈煮的菜 奶奶烧的菜 就比较管理 我们大臣人的这个春卷呢 跟外面民间在 像台湾人吃的春卷不一样 我们大臣人的春卷是什么 用米粉 就炒米粉 然后蛋皮 然后都是咸的 没有甜的 不会有花生粉 这种东西 然后放了很多佐料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煮了海鲜啊 或是猪肉啊 然后它卷起来这样子咬着吃 端午啊 中秋啊 过年啊 都会吃这个 所以一烧就烧了十几个菜 会非常丰盛 然后大家就围在那边 然后就包那个 这个叫做美游戒这个东西 大家就是固定吃的 过去很多闹 比如说做年糕的时候 比如说朋友会招一群 就像我爸爸会招一群朋友来 然后就做年糕啊 那时候做年糕 是把家里的那个木的门板 就这样卸下来 这样卸下来 这样架起来 再做年糕 大家一起做 就是十几户人家 这一次是做毛家的 下一次做徐家的 下一次做王家的 大家就轮流做 我帮你做 你帮我做 那小孩子呢 就全部跟在旁边 现做年糕 现吃 现包 所以大臣的年糕非常漂亮 我看我爸爸那个手艺非常好 整个村子里面会一起做年糕 会一起晒麦鱼干 会一起去做鱼面 会一起做松糕 会一起去酿酒 当场就这样 身材啊 就吹那个糕 然后就自己在那里揉 因为我们拜拜 谢天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用年糕做成那个猪啊 羊啊 还有鱼这些 那时候没有冰箱 那怎么保存 就是 那个水缸啊 泡盐水 放在水缸里面 那可以保管很久 像云南 它吃的年糕 它是把年糕也是揉成这样一块一块 但是它是煮当地的料 就是番茄啦 酸辣酱啊 让它沾起来吃 那有时候里面包竹节涌啊 还是包虫涌啊 这样吃 也是年糕 那你像韩国年糕 也是这个年糕 对不对 日本的年糕日式年糕 只会它的大米用的糯米不一样 其实东南亚沿海 米香泽国这一带 几乎都会把米下去变它的口味不一样 三十五到四十平可以开三桌麻将 然后呢 每次挤进来大概可能 过年可能有三十个亲戚 会在我们家过年 那你就发现就是家里就满满就是人 然后呢日夜不洗 那他们睡怎么睡呢 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在打麻将 那打麻将打完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 然后换另外一群人坐上去打 小时候过年就非常非常的热闹 对 那这个是我觉得童年很特殊的一个景象 是的 他们也很重 Bye Tworrito 集中 集中 集中